我們今天來講一下個人介紹的部分 因為一般我們在做blog的時候 我們會常常看到有些blog他的文章是很多 可是你會找不到這個作者到底是誰 假設你今天看到一個blog 你覺得他的資料很不錯 但是你可能有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這個文章看完之後我就走掉了 我也不管這個blog到底是誰寫的 這種狀況就是他的文章對你是有用的 可是你不會想要去認識這個人 那第二種狀況是我看完他的文章之後 發現這個人寫的東西很不錯 而且我對這個人很好奇 我想去看這個人是誰 如果你自己是想要凸顯個人品牌 希望人家認識你當然是第二種狀況對不對 那如果你只是說讓人家看看資料就走掉 或者是說你讓他看看資料之後 你的用意並不是想要讓他認識你 你只是希望說我上面放一個廣告 下面放一個廣告 然後人家點擊之後就去買東西 好我就是要賺這個他買東西這個錢 那你就不用太著重於你自己的個人品牌 那我們現在來講說如果你希望人家認識你的話 你要打個人品牌的話 那第一個我們在每篇文章下方 我們都可以看放一個關於作者 然後有一張你的頭貼還有你的自我介紹 好那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怎麼做呢我們就到後台來 在使用者這邊有個人資料 底下就會有一個個人資料的圖片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自撰資訊 好你就在這邊寫自撰資訊 然後這邊去放頭貼 好然後他會出現在你的每篇文章的這個地方 關於作者 好那當然你必須是由你這個身份去寫文章 那這個文章下方才會產生這些資料 假設你的網站裡面不只有這個帳號 你可能新增了其他作者進來 然後由其他人去幫你寫這個文章 那他就會變成其他作者 因為不是你的帳號 他會依哪一個帳號去撰寫 就會顯示哪一個帳號的資料 好再來看這個頭貼怎麼產生的 這個頭貼比較麻煩一點就是這裡 使用者可以在這裡 他並沒有辦法直接在這邊上傳 他必須要去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做Gravita這個網站 然後你必須先去先申請一個帳號之後 你再進去登錄裡面去新增你的圖片 然後你找到我的Gravita這邊 對在這裡你就可以去從這邊去新增圖片圖檔 然後你就選擇像第一個 你就選擇這個是主要的圖片叫做G 他會顯示在右上角這個地方 這個網站他就是專門在管理你的頭像的一個網站 Wordpress blog他會去參照那個網站 等於說他會跟著你的email去走 因為我們這一個頭貼是我自己的電子郵件 就是這個網站我申請的時候的這個電子郵件 所以他這個頭像會跟著這個電子郵件去偵測 我這個帳號就是那一個email 所以他才會顯示這張頭像 我們在選擇檔案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先隨便選一張 選到之後他會跟你說 你要截取哪一個範圍 我要截取這個範圍 然後裁切 裁切完畢之後他就會問你說 你要把它變成這個G還是要這個PG還是要這個R還是要這個X 一般設成這個G就可以了 然後按設定分級這樣就好了 那你來看這邊 他的G就會顯示在這邊 那個頭像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文章下方如果要讓人家留言的時候 在設定裡面的這個討論 你如果希望讓對方可以在你的文章下面留言互動 那你可以把這個勾起來 然後這個不要勾 因為我們現在不提供人家去註冊 因為裡面沒有會員功能 所以你這個就不能勾 等於說他不用註冊 他就可以去留言 然後底下這裡這個預設就是這個G 如果你去回覆別人的留言 他就會顯示你這個G的頭像 好就是這個G的頭像就顯示這一張 然後這個預設個人頭像意思就是說 一般訪客去留言的時候 預設會顯示這個頭像 因為預設訪客是沒有頭像的 除非他願意在留言的時候輸入他的電子郵件 而且他也有在Gravita這個網站去上傳他的頭像 那他在留言的時候才會顯示他的這一張頭像 然後你這邊設定完畢之後就儲存設定 因為我們這邊有勾顯示個人頭像 然後我們再回到這個網站來 我們必須在編輯文章 因為舊的文章不能留言的 所以你現在修改之後 你必須在進到舊的文章去 然後在最上面的地方這邊打開 然後把這個討論勾選 他底下才會跑出來 這個地方然後勾選開放留言 這時候再按一下更新 然後我們再去按檢視文章 這時候我們再到底下來看一下 這樣才會出現這個留言的框框 每篇文章你都可以單獨去勾選他要不要開放留言 因為有時候你開放留言會有些垃圾留言很討厭 可是如果你有想要跟訪客互動的話 你就可以開啟這個開放留言的功能 那這個關於作者這個地方 他這個描述很短對不對 如果你希望有一個完整的自我介紹的話 我會建立你直接在這邊新增一個頁面 新增一個頁面 我給你看我好久以前的部落格 好早以前的十幾年前的部落格 這是舊的版本 你看這個版本蠻舊的 然後我上面就放了很多選單 這個就是每一個選單都是一個頁面 像這個關於流奶爸 我把它點進去之後 這邊就有很多我的個人資料 那其實他的佈局都很簡單 不用把它想的太花俏 我都是把它放圖片 然後文字 然後圖片文字 圖片文字 圖片文字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只是讓人家知道我的個人經歷 然後我參與過的哪些事情 做過的活動 演講過的場次 一些證明 讓人家看見 然後還有把它簽入影片 讓人家知道我在做什麼 甚至還有加入好友的按鈕 讓人家跟你聯絡 還有這些我曾經賣過的客戶資料 演講的經歷 這些最主要目的就是讓人家認識我 讓人家信任我 那我將來在賣產品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害怕 就會比較敢跟我買 這是我們做個人品牌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人家可以相信你 你在做行銷上面 就會輕鬆許多 不然人家對你半信半疑的時候 他其實是不敢付錢給你的 OK 所以我的自我介紹其實寫的 蠻多的資料蠻多的 所以你們要怎麼樣去製作一個這樣子的頁面呢 我們現在就來講這個 我們在每天寫文章的部分 這個是ブlog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講這個頁面的部分 頁面我們預設的時候都只會給你所有文章的這個頁面 隱私選政策這個就不用管他 這個是在最底下才會點到 然後就是首頁 所以我們在上方的選單只會看到這兩種 首頁跟所有文章 那我們現在再來新增一個關於我 所以你只要按這個新增頁面 這個全部頁面這邊有個新增頁面 跟這個一樣 按新增頁面之後 你這邊就可以寫一個關於我 這很簡單 那如果你要打個人品牌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把這頁做出來 按一下儲存 然後這邊的關於我 你可以把它打英文 ABOUT 決定 那如果你有重複的頁面的文字的話 這邊可能就會變成ABOUT-1 它會變這樣 那如果沒有重複的話 它就會是你打的這個字 好就是這個地方 你如果要插入圖片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去上傳一張圖片 你自己個人的圖片 那我先把這個隨便一張插進去 讓你知道一下編輯怎麼編輯這樣就好了 好然後底下這邊 這個圖片點了之後 你也可以這樣放大縮小 如果你覺得說這樣太大 其實它不會破圖 它一樣會在你的Blog的那個範圍裡面 所以就算它面積很大也沒關係 然後底下就是你的自我介紹 你可以寫很多字 然後這邊有所見即所得 就是很簡單 反正就是跟編輯文章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就好像Word的使用方式 是一模一樣的這樣 好再來 如果你要插入影片的話 也很簡單 例如說我的Youtube裡面 好假設我要這個影片好了 我就把這個影片點進去 然後上面這個地方 你就把它複製起來 這個AND的符號前面就可以了 這一串 這個就是你影片的ID 影片的網址 後面這個AND後面這個都不用管它 我們只要前面那部分就好了 然後你就把它貼進來 這網址直接貼上就好了 它就會自動把影片牽進去了 然後我再發布 好這時候我們來按一下檢視頁面 點一下這個檢視頁面 把它按Ctrl然後點開 它會另開新頁 有沒有這個網址 這關於我這個頁面就跑出來了 就是這樣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來講的就是說 那這個頁面要怎麼樣出現在選單裡面 你新增的頁面 如果沒有自己手動去把它新增到選單區的話 它這個頁面是存在沒有錯 但是它不會放在選單區 等於說你把這個頁面傳給別人 Line給別人 別人都看得到 但是一般訪客如果你沒有給他這個網址 他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網址放進去 看到這個選單 那我們就到這個選單 在這個外觀的地方 這邊有個選單 然後你就把這個剛剛新增的這個頁面 關於我 最近發布這邊有個關於我 檢視全部也可以 就可以找到你每一個頁面 把關於我勾起來 新增到選單 這樣就跑過來了 那你可以自己去調整順序 最下面就是上面的最右邊 然後關於我 記得 這邊按一下儲存選單 儲存選單 然後檢查一下 它這個是不是在主選單 主要選單裡面 主要選單裡面 主要選單意思就是上面這個選單 那其他選單有可能是 別的地方 放在別的地方 我們先不要管 太複雜了 來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這樣關於我這個選單就跑出來了 所以以後訪客他們可以在 一進來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在首頁 然後他們按所有文章的時候就會看到每一篇文章 然後他們按關於我的時候就會出現剛剛的這個網址 就是你這個頁面 好以上講的兩種自我介紹方式 就這兩種一個就是在你的文章下面 這個比較簡單的文字 一個就是你自己再新增另外一個關於我的頁面 可以無限制的寫 圖文並茂的去介紹你自己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地方 所以如果看文章的人對你這個人非常有興趣的話 他就會去看關於我 去看你的一切的資訊 好之後 看你 進去